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乐观看待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也绝不可能分割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在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 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那一个中国原则呢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台湾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呢 只能也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决定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 民进党当局为了满足政治私利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蔑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散布炒作所谓的两岸互部隶属谬论 歪曲连当2758号决议 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大事 和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注定是要失败的 对于小山妨对决定啊 taken Ra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